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拼经济,反网报 好,今节我们就讲一下 这些寻求庇护人士的问题 大家记不记得上星期二 原本英国打算将非法入境寻求庇护的人士 送到东非国家炉黄弹 他们就有首班的包机 很可惜欧洲人权法院 在最后一刻介入 颁布禁制令 就将首班的包机取消了 所以英国内政大臣彭代令就说很失望 更加会继续推行这项 当然这项政策是备受争议的 而且他们就说我们英国准备为下一次的航班做准备 那我们看看究竟盧黄达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呢? 当时约翰逊怎么说呢? 约翰逊就说盧黄达在一个安全的第三角 英国简直说到那类护士过天堂露黄达那样 但是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看看一些在海外驱留营住过的人 他们亲自讲述在海外驱留的惨犯 而且很多人士就谴责英国 说他们没有人性的 根本是说大话的 英国政府当然了 英国就想着把这些寻求庇护人士送到罗黄达 曾经在澳洲海外驱留营有类似经历的幸存者 他们就接受了英国回体的访问 就怀疑英国政府究竟你有想过的? 这样是会摧毁人家的生命的 这个根本是他失败的政策 真是明白为什么 这些海外驱留营的计划会死灰复燃 他就告诉媒体 他就告诉发生社和卑卑斯都有说的 还有美国媒体也有说的 他就说 当时他就被政府 就是我们政府 就是送到位于巴布阿辛基内亚的 本岛外海的一个热大小岛那里 他就说 可能这些小岛比卢旺达的条件更好 所以不明白为什么约翰逊要送他们去卢旺达 这位人士 就是出生在苏丹的 叫做穆哈马特 他一住就住了六年多 完全是 很惨 因为当地 没有法律的监督 也没有公共监督 难听说有得你自生自灭 他也很痛恨澳洲当局 所以他也很痛恨英国 为什么要把人送到那里 他就说 我简单地形容一下 这个热大小岛 在澳洲就很有名 英国媒体也有报过 就是 马努斯岛 在那里生活 根本 不可以用生活来形容 那里比监狱 每天你听到的就是哭声 但是 你是听到自己的哭声 因为别人听不到你的哭声 如果你带叫 也没有人理你 这位穆哈马特 租拘留的盈区 就是澳洲的所谓 太平洋解决方案的一环 亦跟 英国的努旺达方案有点像 英国努旺达更加夸张 英国跟努旺达 知道多少远 是6500公里远 当然了 澳洲跟这些太平洋 都没有那么远 他就说 数以千计 搭船的人 就是这些我们叫船民 就离开自己家园 想着去澳洲寻求庇护 又是跟英国有点似 他们就在 英吉利海峡 渡过了 风风浪浪才到英国 之后 这位 穆哈马特 作为幸存者 他就被送到 马鲁斯岛 和 太平洋岛国 鲁鲁共和国 他就说 海外 驱留营的生活 是苦澳 对于当地环境 只可以用人间恋慾来形容 曾经五次去过 马鲁斯岛的一位 六党籍参议员 Nick McKean 他就说 他只可以来形容这个岛 上面的 状况 就是地狱 花了大笔纳税人的钱 但是 最后 有14名 在海外 拘留的人士 就是离开了这个世界 一连串的 自己搞定自己的事件 是没有成功 不过有些就成功了 以及至少六个人 被送到 国际刑事法庭 后来澳洲政府说 原来这么多 人权问题各方面的问题 所以慢慢就缩 慢慢缩减的计划 截止到 上个月其实 其实老老共和国 还有100人 另外 曾经被 拘留在 马鲁斯群岛 现在 已经成为了作家的 一位 人士就叫做 波加尼 他就劝语 英国的民众应该抗拒这一项 复制澳洲 因为他这个计划是学澳洲 这个是学澳洲 好的不学 差的就学了 学回自己的儿子 澳洲就是英国的儿子 前殖民地 复制澳洲 这个计划简直是惨无人道 亦都说 根本没有人性的这个约翰逊 但是 听取了 知不知道 约翰逊的 这些理念来自哪里 这些理念 是澳洲人告诉他 其实他是请了几位澳洲籍的 叫做 专家 建议他这样做的 原来 他信了这批专家 这批澳洲专家就跟他说 约翰逊手上 其实 你学我们澳洲这个计划 是会阻吓到别人来的 你亦都知道要势在必行的 你看 每天在法国过来的 因为他们坐船 在法国 就会阻吓到英吉利海峡的人这么多 你不阻吓他 不可以 跟澳洲的政治领袖一样 即是当时 澳洲的政治领袖 都是觉得这件事可以 约翰逊主张这项政策 他就觉得可能说服有意 非法入境的人士 不要再踏上 那么危险的海上之旅 英吉利海峡很冷的 很容易 出事的 跌了下海 救不回的 很可惜没有人听他说的 澳洲现在不是一样有人吗 不过 原来 根据澳洲卡尔多中心 这是一个 研究 非法移民的中心 他们的法律专家 Glinson 说 数据显示 海外区流营 是不可以阻吓到寻求庇护人士 即是做的都是得个空 这位专家也说英国 的计划其实就是学习澳洲 从2012年8月到2013年7月的政策 当时部分尋求庇护人士就送到海外的 区流营 那里 他也说 那段时间 其实 就是搭船来澳洲人数攀升到 前所未有那么高水平的时候 可以说有些反作用 另外刚才我们说的那位 来自苏丹的 那位穆哈马特他也说 是的 你把人送到海外区疫营 是没用的 毫无成效的 当你 是忙着保住条命的时候 你就不会想旅途中 遭遇有什么惨剧 最后这位 穆哈马特 他就拿到瑞士的难民身份 去了瑞士定居 他也说这项政策 只会令人陷入失败的制度 垫污了英国 自称为民主国家典范的 称号 他也说英国整个国家的声乐将会被 破坏抬尽 英国人的形象 亦被人类的 苦难影像所取缔 觉得你搞得人家那么惨 这段时间其实澳洲都是有些船民 为什么呢 因为斯里兰卡 以前我们也有很多斯里兰卡的人 是做阿塞丹斯的 就是寻求庇护者 斯里兰卡为什么现在又有些人来呢 因为斯里兰卡的经济危机 澳洲就想了一个方法 不是阻止事愿民 就是援助5000万 给斯里兰卡 内政报 急急地去访问斯里兰卡 希望斯里兰卡 拿到资金之后 会阻止 那些 叫做蛇头带人出来 斯里兰卡的经济危机 引起社会动荡就越来越厉害 这个地区部分 人士 已经 忍不住了 是动手向警察动手 那军方的车辆 亦都是被 一些暴徒 BBQ 所以 有士兵就向 民众 开拔拔 亦都是很少见的 斯里兰卡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民众就想着逃离这个国家 而澳洲自从大选以来已经有四手几的船 是去澳洲的 不过也是 被嫌犯 其实此时此刻 我们的内政部长 奥尼尔 急急准备去斯里兰卡 准备解决来自这个国家的 尋求庇护人士 因为越来越多人来 工党上台一个月 已经有四手船 被边境部队和斯里兰卡当局 拦截了 其中一手船上面一位妇女就告诉澳洲人 蛇头向他保证 新的政府 是左翼政府好讲人权的 就会 允许他们留在澳洲 我觉得不是 工党政府 他 亦都要 顾一些选民 选民就应该不希望那么多人来澳洲 那工党在 这些 寻求庇护人士 和 船隻 遣返问题上 其实 他们坚持他们强硬的立场 并且认为 继续 这个执政联盟之前的政策 就是 会遣返你的 不会被你留下的 船隻的涌入 就是因为斯里兰卡的经济很严重 这个国家的政府已经是呼吁澳洲帮手 当然是经济援助 我们的内政部长 昨天也宣布 如果 再有 船来到的话 一定会遣返 他也会去斯里兰卡 讨论怎样可以援助斯里兰卡 和解决 人口 的这些 非法入境问题 他也说 今次的访问 是 之前通话的基础上去的 因为之前他和斯里兰卡通话 也刚好 就是斯里兰卡和澳洲 建立外交关系75周年 所以 我们的部长奥尼尔女士 将会 和斯里兰卡的 部长讨论 澳洲怎样在斯里兰卡 当前那么危险 的时候 当然是经济 危机那么大 是会 帮助他们深化合作 提供援助 亦都加强这些跨国犯罪的打击 包括是蛇头做的坏事 澳洲就向斯里兰卡 提供5000万澳币的援助 帮他们买一些紧急的食品 还有就是医疗的 必需品 我们外交部长 Penny Wong 昨天也宣布 一半的金额 已经是 到位 我们外交部发的声明就说 澳洲将会立即向斯里兰卡 提供2200万澳币的紧急食物援助 以及帮助斯里兰卡 300万澳币的 日常营养品需要 另外的钱 就会在下个财政年度 就会 提供给斯里兰卡 这些捐款 在澳洲最近 通过联合国机构提供给斯里兰卡 500万澳币之外 有一笔钱就是总共5500万澳币 Penny Wong就是外交部长就说 斯里兰卡现在是面临70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如果这场危机继续下去 将会对整个印太地区 有深远影响 当然很多人来 不过 反对党 现在 达顿渣奇 即是前内政部长渣奇 亦是前国防部长 他们两个职位都做过 在那么多首船来自斯里兰卡之后 反对党 的移民事务发言人 丹特汉 以前就是 前贸易部长 不过 他们政党就没得干了 现在 就做反对党的 移民事务发言人 他就呼吁 工党政府要采取积极措施 建议总理 自己要亲自前往 南亚国家斯里兰卡 和 领导人见面 当然 他就说 我们总理一定要去斯里兰卡 才可以全面解决这场 人道主义危机 我们需要 给他们帮助和支持感有 其实上个星期不活 一艘64人的船 船就 在斯里兰卡出发 不过就被拦截 这个亦都是联邦选举以来第四艘 前往澳洲途中被拦截的船 反对党就建议 我们总理 Evanese 应该 月底就 去欧洲的 路上 顺便是拜访斯里兰卡 见斯里兰卡总理 因为 月底是什么 北约峰会 澳洲都被邀请他 当被问到 自由党是否会支持 增加对斯里兰卡 的 庇护人士的名额的时候 他就说 我们不是执政党 哈哈哈 问你知不知迟了 你就问我们不是执政党 你就说我们不是执政党 挺好笑 斯里兰卡军方发言人就说 其实 日前就在首都科伦坡 以北365公里 的地方 就是 有开棒棒的 当时军方是保护一个 入油站 因为这个入油站 被民众订石 很危险 如果有什么事 可能一窩熟 他们就说 大概有20到30个民众订石 并且 吞烂了一部军用卡车 警方就说 4名平民和3名 军人就受伤 这个也是军方首次 开棒棒 没办法 此时此刻 斯里兰卡的经济危机 是恶化得很厉害的 所以 大量的暴动 随着 入油站 就没有油可以入 所以 他们 就 开车抗议为 你还浪费多些油 这件事就好笑 所以已经升级到 本来和警方冲突 现在和军方冲突 斯里兰卡由于外汇短缺 没办法进口食品 燃料也不行 药品也不够 面临独立以来最大事的经济危机 斯里兰卡出动了 警察和军队保护油站 警方就说 生活期间 全国 有 三个地方爆发 和汽车驾驶有关的冲突 其中一起冲突 至少6名警察受伤7名 驾驶人士被捕 斯里兰卡政府就宣布 国家机构和学校 关闭两个星期 真是麻烦 他为什么这样呢 不是为了阻止人 出油 因为减少通勤才可以 保留国家就快 不够的燃油 的库存 真是麻烦 真是麻烦 斯里兰卡还面临着 天这么高的通货膨胀 和长期停电 令民众 已经暴动了几个月 真是很麻烦 又有人问为什么 约翰逊他又要送人去劳黄达呢 其实约翰逊 英国首席约翰逊 在2022年4月宣布 劳黄达 这个安置计划的 很搞笑 他 说到劳黄达 好像天堂 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 亦 就是位于 非洲东部人口1300万左右 比伦就是江国 乌干达 还有坦桑尼亚 布隆达 这个东非国家最 令人熟悉的就是 接近20年前的 一宗大事件 就是真的有种族的 大家动手 令到很多人是没了的 联合国就估计 当时这个种族互相的 仇恨事件 就令到100万人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时是针对涂西族人的 这个可以说真是灭绝的 所以新疆那些是暖差的说 这个真是灭绝 为了 避免 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国际社会和劳黄达政府 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设立一个 专责的政府机构负责和世界各国的边境 控制部门还有警察 合作追捕那些嫌疑犯的当年 劳黄达 还用了几年时间改善和西方 国家的政治扭带 而且2009年 加入了英联邦国家 其实 这个计划是给劳黄达一个 和强国打交道时的新的筹码 劳黄达 当然你安置这些人 他也是要 看着他们的 专家觉得 约翰逊在这个安置计划 表明了英国和劳黄达两个国家 在移民和难民政策上 找到共同点 英国 退出欧盟令劳黄达安置计划成为可能性 因为之前欧盟是反对的 是反对海外区留营的 另外 约翰逊的支持者就认为 长期来看 这个举动 是可以折省英国用于阻止非法移民 和庇护的开支 劳黄达的生活是怎样的 是不是好像约翰逊 在充满活力平和安全的国家 当然不是 劳黄达到今时今刻为止 事实上他比之前好很多 不过 国际 人权组织就说 劳黄达依然存在着 侵犯人权的现象 而且没有言论自由 西方经常说最重要的是言论自由人权 还有是没有公平审讯 也有多起的失踪事件 所以 有极度不良的人权记录 你居然说这么好 所以 这些人士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在海外区留营住的人士 他说劳黄达是不是 人间地狱呢 可能真的 可能真的 还有 这个计划 可能是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 所以 这个计划相当受争议 现在就被欧洲 人权法院 suspend 暂停 我相信 约翰逊政府是要用法律去挑战 欧洲的法庭 真的有时间搞 好,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见面 见面 见面